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我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真的麻烦向我们华人道歉 那就是回答的报纸,不是《纽约时报》 《纽约郵报》这份都是小报 其实它很搞笑的 它有很多报纸的名字都差不多 如果中文 就是你左字右派有一个,它右派也有一个 原来看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亦都是共和党的应该很快的确定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在开大会 在宾夕凡尼亚州造势时候 有人向他动手,刮他 结果刮不中 震惊全球 这个动手的人已经被美国特勤局 证实是一位20岁的白人男子 但是 这个《梅度》的报纸,《纽约郵报》 《纽约时报》 第一时间就说这是一个华人 上面写 而且写 I identify as a Chinese man 你怎样 identify 应该是老作党 他说不是,不小心排版排错了 有没有可能啊 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你想想 很搞笑 他在评论区那里更正 他不是在那个上面那里更正 是在评论区那里更正 这个网媒他没有更正 但是《纽约郵报》也叫做一份报纸 应该是更正 都是没有的 这件事也引起了美国华裔 很多民选官员的不满 包括纽约州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不是民主党人 而是共和党人 华裔众议员 就是郑永佳 Lester Chang 还有是这个州的民主党籍 华裔参议员 曲儿敏仔 Evan Chu 要求纽约郵报道歉 但是媒讷很少道歉 媒讷的媒体 一般来说是散开了你 当看不到 玩叉你 一般道歉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 今次也是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这两位议员 共和民主党党也有 就要求纽约郵报道歉 并且担心他们如果不道歉 因为很多人传了就传了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人没有脑 我不是说是很少数 但是有很多有益的人传了就是这样 亦是助长了在针对华裔社区的仇恨言论 和行为 纽约郵报和赞写错误的记者还未道歉 亦是没有在修改文章之后附上适当的更正说明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在美国特勤局就说这位动手的人 就是从宾夕凡尼亚州 Butner的集会现场外面 真是很流 我相信你说什么deep stay 我就不信是流 因为是真的有人见到他之后 说有人爬上来 其实反应是万劳 不断跟他说他都好像 不多理或懒惰 没错 爬到他 这个现场外高处就向特朗普吹 亦是被特勤局的人拉低了 这个动手人身份已经确定了一席 就是宾夕凡尼亚州20岁的男子 叫做克鲁克斯 这件事亦导致现场一位观众没有了 另外两名观众也重伤 没有了一位是流弹 其实很惨 保护他的妻疑 当然特朗普说那些是莲子穿过了右以上方 但是他们宾州的警察就说不是 当然什么都是初步 就是提示机的玻璃 提示机的玻璃 你说是不是陈水扁2.0 我就不太相信 陈水扁2.0 他弱势 但是川普强势 《纽约日报》当然 一开始就说这个证实了 就是一位华人男子 当然这段对消息来源不长 未经美国当局证实 就报了出来立即遭到美国华社的质疑 因为都很明显不是 金头发你可以说是染 但是你看他的轮廓应该是Anglo Session 当然也有些网媒转发了 有人说他看起来也不像还 不是看起来他根本就不是 当时也说他其实是 叫做Antifa 即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但你反法西斯主义 你就用这么极端的手法 这样做也是很讽刺 也有人说 究竟他是什么人 当然因为很多右派人说 不控制移民结果 不好意思他不是移民来的 土生土长美国人 没错 当然也有些更加夸张 看到有些造谣的人说 这个是不是习近平派他来 是不是傻的 没有说过 美国警方全部没有说过 特勤局没有人说是关中国事 是的 当然被假消息蒙蔽的 这些美国的民众 雅若是最害怕的 很多雅若说当然希望他不是 但就算是 你也是没办法的 什么族裔都是极端有 当然这次就不是 纽约邮报 原来的错误 首先是被记者Jeff Young发现 在他的Instagram发文露斥 这是不负责任的报道 其实你错了你起码更正 也说媒独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 准备在没有事实依据之下 将几百万的美国亚裔 很快就成为了别人的目标 但是媒独的媒体一直都是这么坏 看回纽约邮报错误发布没多久 其实美国民众 一位叫何女士 应该是华裔 就是打电话给赞写这篇文的记者 他叫Joe Marino 问你的消息来源怎样 他说不好意思 实际上那个人 动手的人是白人男子 这篇印错了 但有些人说他排版错 到底印错还是排版错呢? 印错了? 真好笑 但他在网媒上也写Chinese man 你一定是打错别人才印错 罗印错 难道印错 印的时候有特意帮你改吗? 排版错的更好笑 排版错的更好笑 原来何女士在电话交谈当中 Marino说愿意道歉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道歉 何女士后来再询问 Marino什么时候愿意向华人社区道歉呢? 他就说他要请纽约邮报的编辑联 要问他 以及叫他问下纽约邮报的编辑 我觉得他也是需要问的 因为他道歉的话可能被人解除了他 媒独经常一般来说就不道歉 刚才说那位共和党的议员 他也看不过眼 虽然纽约邮报对编较共和党多些 因为他的右派 他的票源很多来自华裔 如果你不帮华裔出声就麻烦 纽约邮克林区 或者我们唐人 我们说过的叫北伦 北伦区首位华裔众议员 共和党人郑永佳 他也第一时间自信给纽约邮报 但是没有人回复他 郑永佳就说这件事令他担心作为一个华裔 我们总是成为目标 并且不希望这件事会引发新一波的仇华事件 他也说虽然文章在一个小时后就修正 但这个远远是不够的 他会继续联系纽约邮报希望得到一个官方的道歉 另外也是北伦首位华裔参议员 就是民主党人曲怡文也发文 谴责纽约邮报的错误报道 也没有道歉 他也说这篇文未经证实就是 错误的发 引起了华裔社区极大的困扰 他要求纽约邮报向华裔社区正式道歉 就说我们不能容忍 是任何助长歧视和恐惧的言论还有行为 宣布是参选纽约州众议员 49区的民主党的州委员会成员 就叫做Tony Inko 高应达 他也说纽约邮报的记者错误 就是顾着透露所谓的内幕消息 不管真假 不考虑对华社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就是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道歉 应该就很难了 梅多不得很硬 除非你有证有句错误他 不过现在也有证有句 现在也有证有句 因为证实了那个就不是华人 其实证据那个人不是华人 当然叫他道歉都挺困难的 其实到此时此刻他也是未道歉的 何女士打他都对的 那么究竟他什么时候搞呢 不过这样 到此时此刻都是没办法平息华裔社区的路火 希望纽约邮报 畏畏你都没认识 没认识都叫做西人一枝其次 当然除了西方领导人 表示对这宗案件的关注 其实还有是一位仁轻的说话 说得很大的 就是俄罗斯前总统 也是前总理梅德韦杰夫 他就说特朗普已经提前赢了大选 你这样是不是死亡之问了 你知道什么通俄门那些呢 看来俄罗斯的官员就很雀虑 这个好笑 之前也是很雀虑的 别人会说你通俄门 他就说现在他已经赢了 只要他没有被人拉低 他一定会赢 逻辑上和现时的势势 但是选举很难说 大家不要忘记上一次中期选举 也都特朗普大领那些人 要会输那些人 他们说红朝 没有红朝风 但是这次是他个人和拜登之战 当然习生也有向特朗普 这位美国前总统表达为民 这个也很正常的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